因全球和污水污染 矿泉水将成为硬工货币 矿泉水将成为硬工货币 疯了 矿泉水多知会 多知会自来水 大夫 求求你 求求你给我们点干净的水 求求你大夫 各位 各位别这样 医院也没有干净的水啊 因全球和污水污染 矿泉水将成为硬工货币 下面播放社会新闻 两个小火 人家说 哎你们的不理不透明叫一下吧 或者让出床位 小师 你能不能再 再通融一下 我马上都能投起手珠 我牵手你 这一下 你 和 来敢出现 啊 不是你可真壞 在醫院裡做這種事情 不過我喜歡 沒想到 這個死老太婆的床上干這種事 你真是 也有一番風味呢 啊 啊 媽 媽 時輩 長腳你們把我花丟在地上 丟外面床上干這種事 你們要不要臉 你媽這個老不死的 他是個植物人我這麼做 說不定媽就寫過來 你應該感謝我曾經 我感謝你媽 臭狂啊 跟逗我的女人 你怎麼想死啊 既然你都發現了 那我也不走 煎了吧 你這個臭狂啊 拿什麼給我幸福 後悔 你有什麼資格 讓我後悔 臭保安 我怎麼不敢出去 我今天過來 就是來看你這個臭保安的笑話 看看一會兒 你是怎麼樣 為了被丟出去 臭保安 只要你跪下來求我 哎你媽那點護理費 我給你付啊 怎麼樣 哈哈哈哈 哎你媽那點護理費 我給你付啊 怎麼樣 哈哈哈哈 做夢 好 有骨氣 我看等會兒你這個植物人老媽 被丟出去的時候 你還會不會這麼有 就算再給你一年時間啊 你也錯不起這個 我看 不如趁早把你這個植物人老媽 買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啊他看你沒了吧 安大飛也是我給你出啊 哈哈哈哈 天啊 你再給我受了罵 我撕了你的嘴 我去 我告訴你 我現在就把你廢了 讓你跟你這個植物人老媽呀 做伴啊 公啊 這裡是一個 一個臭保安 一個活死人啊哈哈哈 吃吃去吧 別人家補 如果你交不起獲理費的話 為什麼你搬走啊 交 我我交 這張卡里 五十 您先拿著 我馬上去湊省出費用 跟人家說不要開玩笑了 是我所有的錢 碰了我一下 我一定能湊齊的 哈哈哈哈 五十塊錢 哎你個廢物是不是 被我打掃了呀你啊 都要被丟出去了 在這開玩笑呢啊 快住手 你在幹什麼 怎麼 我給我媽洗衣服呀 你是啊 李先生 你知不知道 你這杯水的價值 為你母親在高級護理病房 待上一年了 請你不要浪費了 我說什麼 一瓶水一年 不能 你一個臭碼 怎麼可能會有一瓶礦泉水呢 不應該呀 我那場子都搞壁呢 倉庫裡一瓶水都沒有 他哪兒的礦泉水 趕緊簽字嘛 還簽來字之後 那一倉庫的礦泉水就是你的了 杏長 要那麼多水也沒用啊 我在您這幹了這麼多年寶兒呢 我每個月就給我五百塊錢 這次 你一直把欠了一根機群給我 老的廠子都他們倒閉了 我哪來的錢給你啊 你知道那一倉庫的礦泉就有多少錢嗎 給你個死保安了 倉庫也給你了 趕緊簽字滾 傻子 老子那倉庫空曠的找他們落歸了 這三個人能抽了 耍我玩 你 確定 這瓶水 能讓我媽做高級病嗎 一年 當然 不僅如此 我還可以為你母親 找一個私生故意 非常專業那種 是我瘋了還是這個世界 那 我媽升級下病房 好的許先生 保分給你母親 才能最好的護理病房 才能最好的私人護理 瘋了 真的瘋了 我得再試試 他走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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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先生 你還有什麼需要安排的嗎 你不想有人打擾我的母親 這兩個人 他走哪兒 二位 聽到了嗎 快進滾開 不要打擾我的病人 不可能 他這水 一定是透來的 二位如果還不離開的話 我就要叫人了 好 臭保安 你給我等著 啊 啊 呃 許先生 您還有什麼其他吩咐嗎 您儘管說 嗯 沒了 那許先生 我先去安排了 好 啊 一瓶水值一千個 八達了 不行 我得想辦法 不能讓顧虹發現倉庫的秘密 我可以想到我 你們把你了 都可以 我把你拿了 我把你拿了 我把你拿成鈴鐺 要把你拿成鈴鐺 這瓶水可是值一千萬 你也配 這瓶水可是值一千萬 你也配 這是怎麼回事 但是呢他們拿走水後 沒有出現新的放鬆水 這個倉庫用我進入 才會出現源源不斷的新的礦泉水 我這就要成為首富了 今天我就奢侈 體驗一下航車的感覺 今天我就奢侈 今天我就奢侈 十分鐘趕到拍賣會 謝謝師傅 哎女女啊你誰啊 這是我的名片 想拉投資的話 打上面的電話 一段時間 誤會了 這個是我叫的車 您好 請問您是尾號九五二七的機組嗎 陳豪專車歡迎您 九五二七 九五二七 不好意思啊 還是能不能麻煩您 先幫我送到拍賣會 市場拍賣會對我真的很重要 上面有我母親留給我的遺物 我母親想要留給我的信息 當然可以了 好 來 謝謝您謝謝謝謝愛愛愛 信 走吧師傅 哎呦我當是誰呢 原來是你這個臭寶安呀 美女你可千萬別被這小子給騙了 他呀就是個臭寶安 剛被我甩就想放婦伯 我說你眼光也不怎麼樣嗎 居然看上一個臭寶安 啊 我最敢亂說 我死了你的嘴 謝謝你送我過來 我先進去了 我母親現在是植物人 能不能醒過來 全看她的造化了 幸虧有人及時把她送過來 要不然連命都沒了 植物人是誰救了我母親 沒看清楚 把你母親送過來之後 那個人又急急忙忙走了 不過是一個女人 胳膊上啊有個玫瑰紋身 當年救我母親的人是她 我得進去找她道謝 哎 這種地方也是你能來的 哎 第六個垃圾袋 你怎麼不把自己裝進去啊 哎先生 您這車錢還沒付呢 哈哈哈哈 我說呢 原來是叫了一輛專車 你這個臭寶安 打腫臉充胖子 這下可露餡了吧 哈哈哈哈 哎 我說你啊 別覺得自己偷了瓶水 你就成富豪了 你還敢打專車 不好意思啊 我忘了 我掃您 嗯 哎先生 您您的錢也不夠啊 哈哈哈哈 這錢當然不夠了 他就是一個銀行卡里 只有五十塊錢的臭屌司 哈哈哈哈 顧少我們別浪費時間了 我們進去吧 你不是答應我說 今天要把那塊玉佩送給我嗎 臭小子 咱倆之前的事還沒完 走著瞧 您不會真的沒錢了啊 我確實沒錢了 要不 我拿這瓶水抵账吧 水 一一一整瓶礦泉水 我只有水了 這是窮的只剩水嗎 真裝逼 現在您確定 要用這瓶水付車費啊 不 我也找不開啊 要不 您把這車開走 找救命恩人中了 還是別浪費時間了 算了 給你了 不用找 恩人啊 老佛 我遇到貴人了 以後不用開往下車了 咱發了 哎 哪兒來的乞丐 這兒是你撿垃圾的地方嗎 趕緊滾 兄弟 我也是保安 保安何口為能保安 再說 我進去找人的 滾 別跟老子湊近乎 我可是拍賣會場的保安 你算哪根通啊 什麼時候保安圈也有鄙視鏈 我真是進去找人的 兄弟 給個面子 你是首富啊 給你面子 你要真想進去啊 先驗姿 驗姿 這麼多水 不知道 這些過不多 不過我家裡還有 那我一個人也拿不動啊 先生 是我狗眼看人低了 進 您請進 真有全人的愛好 還真特別 我得趕緊告訴老闆 別怠慢了貴客 你怎麼來了 這裡有你想買的東西嗎 是來買東西的 我是來找你的 這拍賣會怎麼沒事 怎麼什麼人都讓進來啊 就是偷跑進來的吧 不老你們操心 我是光明正大進來的 就你 你也不看看這是什麼地方 也是你個臭寶 還說近就近的 小子 想追女孩 不是你這麼追的 你不要以為你偷偷溜進來 然後擺出一副什麼無所謂的姿態 美女就會對你另眼相看了 小子 等不等我就讓你看看 什麼叫真正的實力 沒錢就別追女孩 這麼一配是江城頂級家族之一 劉家劉少偶然得到的 都委託我們進行拍賣 期拍價五百萬 一千萬 不愧是顧家大少 你豬手就是一千萬呢 是啊 一千萬都可以買一瓶礦泉水了 看來顧少對這麼玉佩 是志在必得啊 對啊 顧少都出手了 誰能搶得過他呀 怎麼樣 錯保安 被顧少的實力嚇到了吧 恐怕 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錢吧 一千萬 加一杯礦泉水 一千萬 加一杯礦泉水 不愧是楚家大小姐 這可是一杯礦泉水啊 可惜了 楚家這次陷入了危機 這已經是楚小姐最大的極限了 是啊 看來這杯玉佩 最終還是顧少的呀 顧小姐 既然你這麼喜歡這塊玉佩 那不如我拍下來送給你啊 顧少 是答應好了送給我的嗎 顧小姐 你們顧家的情況 我最近也是略知一二 不如 承襲的那塊地 我來出資送給你啊 怎麼樣 承襲那塊地 那不就是倉庫的所在地嗎 顧皇 收起你這副噁心的嘴臉 我不需要 好 一錢吧 再加一瓶礦泉水 什麼 顧少居然加了一瓶礦泉水 太奢侈了 那可是一瓶礦泉水啊 顧小姐 既然你這麼不是好歹 那這塊玉佩 我只能拍下來送給沈威了 只因為你那點錢嘛 就留下來 給你儲家救急吧 那就是你母親留下來的遺過 那日母親為了救一個婦女 在病死前把這個名玉佩交給了我 然後生死 我後來 送那位婦人進醫院的時候 發現不禁給我屎 然後我從頭回去找 卻怎麼都找不到了 你母親救的是不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婦女 叫燕玉秀 你怎麼知道 三瓶礦泉水 三瓶礦泉水 我的天 三瓶礦泉水 這是誰竟然敢跟顧少叫擺 燕玉秀是我母親 阿姨為了救我媽生死 大恩大德 你為報 以後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位婦女 是你母親 臭小子 還在這兒搞亂 你慌盡了你 你那個活死老媽 就是靠拖來的水才沒被趕出去 你現在還當彼此上臉了 天然敢跟顧少叫擺 保安 我就說嘛 有錢人怎麼可能像他那樣 正是看楚小姐長得漂亮 用這種方法吸引她的注意力 真是賴蛤蟆想吃天鵝肉 知道你想報案 但你真的不必如此 三瓶礦泉水對你來說 實在是太多了 無所謂 不過三瓶水罷了 既然這名玉佩對你來說那麼重要 那就絕對不能讓別人搶走 我聽到什麼 三瓶礦泉水罷了 你是真不妙臉嗎你是 你一個臭保安 居然不把三瓶礦泉水放在眼裡 你知不知道 一瓶蓋礦泉水 弄得買你一條賤命了 你真的不用這樣 這次 就算了 以後 還有機會 放心 留我在 這玉佩 誰都搶不走 我看看你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裝兵 四千萬 五瓶礦泉水 好好好 我看看你哪來的五瓶礦泉水 到時候你拿不出來是 哎他不用你弄 你也 自然會打壞你的狗腿 怎麼可能 他不是一個臭保安嗎 怎麼會有那麼多礦泉水 這麼多水 都可以買下整個配美好了嗎 不知道這些垃圾 能不能買這枚魚配呢 這位先生這塊魚配是您的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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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的這一瓶給你當掃墟 哇 謝謝謝謝 不管了 大家別被他給騙了啊 這小子就是人丑保安 這哪來那麼多水啊 喂 他的水噴進是透來的 他都是灌飯了 上次剛偷一瓶水 給他的活死人老媽 射擊成了高級病房 再敢對我媽不見 我撕了你的嘴 你不過偷水 打人 完了完了 我看你怎麼死 實相的趕緊跪下道歉 我還能讓陪爺 饒你一條狗命 就是你 騎了一垃圾袋 礦泉水 就是你騎了一垃圾袋 礦泉水 這老闆什麼情況 怎麼一副兴師問罪的樣子 培爺 就是他呀 這不知道從哪兒 偷了一堆礦泉水 來你的底盤導彎呢 臭老闆 聽見沒 現在趕快我跪下道歉 突然 就讓陪爺打斷你的狗腿 趕緊把他丟出去 這有這些水啊 我可以先把他收著 等施主來了 我再還給他 生東西 食尚東西也敢延食 嗯 食尚 不好意思 我來吃啊 您 沒事吧 什麼情況 不是來新食尚人罪的 哦沒有沒有沒有 沒事就好 把這兩個人都快趕出去 培爺 這是為什麼呀 我是顧家少爺呀 你看我幹嘛呀 培爺 培爺 這是至尊黑塔 拿著這張塔 只要是我的產業 所有消費 全免 您拿著 這 不好吧 蘇少爺要是不收 那可是看不起我 這就對了 那我就不干誤兩位了 有事 您隨時打電話找我 那你走了 哦 培爺 我們都不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 那麼多人換點水 就把黑卡給他了 是不是太常帥了 你懂個屁 許少的身份 可不簡單了 身份不簡單 他不就是個保安嗎 是 少爺 那梅玉佩被一個叫徐浩的 有五根水排走 哦 楚蕭蕭沒有拿到那梅玉佩嗎 拿到了 徐浩就是幫楚蕭蕭看的 是 只要楚蕭蕭拿到那梅玉佩就行 不過 徐浩是什麼 一個保安 不過 他的母親是艷玉秀 你確定 那個曾經第一大家族 後來被滅足的 陰家大小姐 閻玉秀 確定 有意思 看來 是時候該出手 幫幫徐浩 謝謝你幫我拍下那名玉佩 有什麼要求 你儘管聽 哦沒有沒有 應該是我感謝你才對 你和阿姨可是我媽的救命恩人 哦 這不是徐浩 沒想到一個臭我媽 也能來這種地方是嗎 還真是 這是放上幕婆了呀 屁 我還能看著他這個童婊子 我看 他們兩個 就是趁人沒注意 偷跑進來的 誰讓你進去 出去 這個包廂我徵用 你們兩個剩菜剩飯吃的差不多 心裡的差不多就盤金 別當我眼睛 滾出去 滾出去 臭娘們脾氣挺大 知道我是誰嗎 趕上我 胡同可是明珠酒店的大王 該滾的人是你的吧 賤人 打我 如果沒有人教你好好說話的話 我不建議好好交給你 臭小姐好嗎 敢打我女人 你身手挺不錯的 要不給你當保鏢啊 能隨手拿出幾十瓶空間水的人 居然又給我當保鏢 給我當保鏢 對啊 報恩嗎 啊 狗男女 怎麼還當我面子大情罵俏 來人 表哥 哪個混蛋把你拿成這樣啊 這對狗男女 給我丟出去 別以為你們人多我就怕你們 再過來我就不客氣了 泡泉水 怕了吧 個人 他才反應 吓人 你看 他 看看他這個總經理 我心 哼 臭娘們脾氣挺大啊 不用你叫我剛已經 哎二叔我在啪啪啪包箱啊 有個臭娘們揚言要問你還想不想幹呢 哎 沒想到 胡斌是我二叔 哎 你能拿我走 他真是神鼠一窩呀 誰這麼大膽子敢吵不起我胡斌 二叔 就是那個徐浩臭保安一個 還偷我們酒店礦泉水 還沒見 臭保安的屁腦就是他 大言不慘 要問你還想不想幹嗎 胡經理 你好大的官威呀 楚小姐 怎麼是你 不是我 你們就可以作為作福了什麼 你們一家人 還真是力 楚小姐你也敢說 憋你還不跟楚小姐道歉 胡叔 你怎麼下這麼重的手呀 你 賤人 這樣不是你 他普通能惹上楚小姐 二叔 你閒閒氣表哥他們也不是故意想這樣的 閉嘴 你不是什麼好東西 胡斌 我看這個總經理 你 跳 胡斌 我看這個總經理 也別干 楚小姐 這不關我的事啊 您大人有大人 飲料嗎 二叔 別求這個賤人 我就是楚家小姐 誰以為我怕了你呢 胡斌國會被殺傻了嗎 這還是這麼小的 小畜生 你說什麼呢 快給楚小姐道歉 二叔 我今天可是宴請大人物啊 有他在 楚家送個屁 胡斌 胡哨您來了 我恭候您多時了 嗯 嗯 誰這麼大膽子 我照的人都敢打 就是那對狗男女 他們不禁打了我 還阻止我宴請您 又是你 真是年同比賽 子寶安 我看這一回還有誰能管得了你啊 來來來來來來 咱們新仇就混了一起算 哎呦顧小 有失眼睛啊 楚小姐剛剛 說開了我 放心 有武在 誰也動不了你 別 消消 你還真到這兒到自己家了 這麼囂張 那別人怕你 我顧紅可不怕 你楚家現在自身難保 你還是多考慮考慮你自己吧 關門 你和我來路大陪先跑 住手 住手 你又是誰啊 看來顧少是要在我這明珠酒店 你讓我失了 葛老闆 我勸你也少管閒事 我們顧家你也是惹不起的 顧少我是惹不起的 但顧少你惹得起 陪爺嗎 陪爺 這事跟他有什麼關係啊 看來顧少還不知道啊 這明珠酒店 陪爺的產業 陪爺是誰 陪爺 徐少 您怎麼忘了 陪爺 還給過您一張黑卡呢 是他呀 陪爺 請吧 陪爺說了以後 在他的產業上 不歡迎 陪爺 還有你們 滾 以後再讓我知道你們 對徐少不敬 你知道我的時候 你們 你們等著 他們走 哎呀 徐少啊 實在是不好意思 都是我疏忽了 要不我再給二位 換一個上口的包子 哦 不用不用 感謝郭老闆姐妹 那你先喝口水吧 食不得食不得 這太貴重了 馋了喝別跟我客氣 我家裡有的事 我就不打擾了二位 哈哈 哎呀 那我們也走吧 去哪 去買成新那片地 啊 你 真要給我買下這片地 對啊 不是說買下這片地 你們家就能度過危機嗎 可是 沒什麼可是的 我雖然是個保安 但我絕對不是忘恩負義的人 保安 我你真沒見過 隨手就把空間水送完的吧 對了 那個玉佩呢 不是由你母親 留給你的信息嗎 什麼信息 還沒解開 不過快樂 不是啊 您確定要買我這塊地 放心 錢少不了你的 楚瀟瀟這個賤人 到處跟我作動 這一次我一定要讓楚家翻不了身 上次那個賤人打了我 等楚家完蛋了 我一定要打回去 德 真是不是冤家不拒頭 楚小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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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是你晚來一步啊 這塊地我已經買下了 楚家這次徹底完了 哈哈哈哈 顧鴻 合同還沒簽呢 怎麼能說就是你的呢 就你啊 滾蛋 一看你就是個蟲逼 墓地你都買不起 哎 徐浩的垃圾袋泡那 他那些偷來的水不會都被他揮霍完了嗎 徐浩 你那些偷來的水 是不是全被你揮霍完了 來買地連礦泉水都不帶 泡了幾瓶礦泉水 真當自己是首富了呀 現在被打回原形了吧 臭寶岸 我怎麼沒醒啊 謝謝你提醒啊 哎 水 礦泉水 一車的礦泉水 這不可能 我一定是眼睛花了 哎呀 這不可能啊 水不都被污染了嗎 我的城市也是這麼早的呀 你到底哪來的礦泉水 說到這個 還得感謝你啊 你少給我陰陽怪氣的 你要這麼多水有什麼用 地我已經買下了 你就算用這箱水砸死我 我也不會賣給你的 算了吧 你既然有這麼多水 不如寄給我一袋 等儲師危機過了 我一定還給你 什麼借不借的 隨便拿 今天這片地啊 我必須要買下來 要是真的讓顧紅拿下了這塊地 讓我倉庫怎麼買 以後還怎麼拿水 但是顧紅 他是不會賣的 那我就用礦泉水砸死他 畢竟 這是他自己的要求 哎哎 你臭小子 你還要幹嘛 不不不不 別在這動手啊 巡少息怒 這麼珍貴的礦泉水 用來砸一個廢物 豈不是浪費了 明助理 你怎麼來了 巡少息怒 用這麼珍貴的礦泉水 去砸一個廢物 豈不是浪費了 明助理 你怎麼來了 巡少 劉澤少爺讓我帶他向你 怎麼可能 劉少爺是何等人物 怎麼會像一個臭博物 原來他認識劉盛 怪不得 不把坑泉水放在你 劉澤 我認識嗎 原不認識少爺 但是少爺是您 放心 有機會少爺會親自向你解釋的 明助理 您真是 帶劉澤少爺傳話的 吳吳 你還是把這塊地讓出去 這可是劉少爺的意思 不可能 他還一個臭博物 我憑什麼讓給他 劉少說的對 你還真是永遠都看不清形式 喂爸 你肚子在外面幹了什麼 這讓你恨意思呢 爸 您說什麼 有他重傷了 你再關了 然後再打死他重場 你還沒用 哎民助理 民助理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饒了我 饒了顧家吧 饒了顧家吧 許少爺 許少爺 之前是我做的不對 您饒了我 饒了我 求求你了 都是這個賤人 是他勾引的我 賤警人 沒有你 我怎麼會得罪許少 許皓 我知道錯了 以前是我沒發現你的好 你原諒我好不好 都是過過 都是他騙的我 我們好好好不好 你當初就跟你說過 你別後悔 別讓我再看到你 許皓 我真的知道錯了 就原諒我吧 你就原諒我吧 啊 許皓說了讓你們鼓 聽不懂嗎 許皓啊我錯了呀 我不應該看不起您呐 饒命啊 這地多少錢啊 我買了 哪敢要許少的錢呀 這塊地送 送給許少了 真的呀 這不太好吧 這地空空我已經買了 你有什麼資格說送 滾 許少放心 這塊地空空的河透 我們已經收到了 你快去給我信 謝謝 哎你口渴不喝 喝冰水 真不愧是許少 現在試試得喝礦泉水的 也就只有您了 水就不喝了 雖然事情已經完成了 我進行湊一下 好 走吧 又去哪兒啊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你保鑣嗎 你說去哪兒我去 你還挺用的 周少 您找我 想不想報仇 周少願意幫我 這裡 有五十億 你怎麼做我不管 我只有一個人 幫我盯死 楚少少和徐浩 尤其是楚少少 我要得到他母親所有的贏物 我一定辦理 周少少 當年鳳花到底給你留下了什麼信息 你到底知不知道演家是給我周家背叛滅族的 爸 呦 肖肖 肖肖回來了 肖肖 這就是你給我說的 徐超 叔叔客氣了 叫我徐浩就行 這個是給您帶來的特產 特產 一定碰填水 這 這也太貴重了吧 顧侯 這是我楚家 你來幹嘛 楚總別急啊 來提親的 提親 你憑什麼 覺得我會把肖肖嫁給你們 因為只有肖肖嫁給我 你們家的危機才會 只有娶了楚肖肖 才能更好地知道他們母親留下的事 你簡直是做夢 我們楚家的危機早就被學起 是嗎 什麼 顧家在打壓我們楚家 怎麼回事 你們顧家正在被劉家打壓 怎麼可能沒事呢 廢話 兩天之後 將楚肖肖嫁給 不然的話 我要你們楚家 你怎麼回事 老天 楚家不會有事 楚家背後肯定有人支持 不然他不會這樣 這事不好辦哪 劉家的劉澤少也不是幫過我 哎呀 徐道帅果然是一表人才呀 找我有什麼事 儘管說 這劉澤不會有什麼特殊癖好吧 我想請劉少你幫忙楚家 還有 你 認識我 楚家的事我聽說了 路紅背後站著周家 至於你 不算認識 但我認識你母親 煙玉秀 你認識我母親 你認識我母親 不用不用 我喝這個就行 徐大少 徐大少可能不知道啊 你母親 煙玉秀 是曾經第一大家族 煙家大小姐 你說什麼 我母親是 燕家大小姐 我知道你很正經 但是你剛才 吐出去這一口 可是值不少錢呢 煙家一夜被滅 煙玉秀不知所蹤 煙家下手勢力周家 就是因為吸收了 煙家的一部分資源 才有了今天的規模 至於我劉家 也是因為受了 煙小姐的恩惠 才有了今天 煙 徐河 玉秀的信息我解出來了 你母親燕玉秀 是被周家所殺的 你說什麼 燕家 是被周家背叛所滅族 你母親知道這件事情後 就被周家人所追殺 被我母親所救 可我母親就因為這件事情生死 你母親 也成了主人 周家 你怎麼回白天 看來 楚小姐已經破解玉佩的信息了 都知道 知道一些 但 玉佩確實是我當年捡來的 自愁不必 周家勢大 要想報仇 光有礦情水是不夠的 過幾天有個宴會 所有有頭與臉的人物 都會參加 我推薦你去 有了勢力 才好報仇 也好 好一天解決了顧家 不過 以你現在的身家 怎麼能沒有車呢 我在車行給你訂了一輛車 你記得去提啊 你好 我來踢車 哪裡來的土豪 我全身上才超過一百塊錢 還騎車 哎呀 這不是故上吧 又換車呀 嗯 之前那輛開膩了 隨便給我提個一兩百萬的吧 不愧是故上 不像某些土包子 在這裝逼 我當是誰呢 原來是你呀 臭寶寸 等我解決了楚家 再好好跟你算賬 先生你別生氣 我帶你看看吧 好 這邊請 這個不錯啊 這個怎麼也得二三十萬吧 這輛車啊 這輛車 最少也得值五百萬吧 相當於半瓶礦泉水 你個臭寶案 真是沒見識 就是 把你髒手拿開 碰壞了你賠不起 你怎麼能這樣說顧客呀 我就說他怎麼了 你是個傻子嗎 沒聽見顧少說 他就是個臭寶案 在這種窮逼身上浪費時間 這輛車我買了 試車吧 好 試個屁 你個窮寶案 試車 先交五十萬定金 省得碰壞了你賠不起 誰說他賠不起 誰說他賠不起 虎蕭蕭 這麼迫不及待的就想嫁給我了 礦泉水 一件礦泉水 十號 這一箱礦泉水實在是太貴重了 我們不能要 你還是拿回去吧 他居然有這麼多礦泉水 不知道 給父親一瓶礦泉水的恩人 是不是他 現在可以試車了嗎 啊 當然可以 要不 我朋友試上下個 你還可以在車上 試試我 算了 不是了 就這倆 搬手去吧 好 我說你哪來的礦泉水 原來是楚蕭蕭給你的 楚蕭蕭 這麼多礦泉水就給這個臭寶案 你是忘了你楚家的危機了嗎 原來這個臭寶案還是個吃暖飯的 虧老年還想倒貼 這箱礦泉水本來就是徐浩的 我只不過是烏龜原主罷了 烏龜原主 那也應該是我的 你忘了你兩天之後就要嫁給我了 這水本來就應該受死的 顧上原來這是你的女人 當著你的面 給別的男人送礦泉水 還是個臭寶案 真是個賤 真是個賤 你是個什麼東西 別敢侮辱我楚蕭蕭 顧上你看他 我幫你說話才打我 楚蕭蕭 你都自身難保了還敢這麼想 還不趕緊拿著礦泉水滾過來 要不然 我可好好要收拾收拾你 顧鴻 楚蕭蕭是我女朋友 你想幹嘛 對 沒錯 徐浩現在是我男朋友 你就死了這條心嗎 不是不可能嫁給 我早就懷疑你的礦泉水來路不明 你一個臭寶案 怎麼可能有這麼多礦泉水 對 他的礦泉水肯定是假的 現在好多大人物只能喝自來水 他一個臭寶案 怎麼可能有礦泉水 去 趕緊叫你們經理過來 別讓這個臭寶案 耽誤了你們車行的生意 上次有劉少保你 我看這一次 誰還能幫得了你 經理就是這個臭寶案 不知道從哪偷來的礦泉水 來我們這兒裝逼 加純車行公平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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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這樣 起來吧 你們瘋了嗎 給一個窮逼道歉 他就是個臭屌絲 律少 您來了以後說一聲 有錯吩咐的巡舊線量網紅車 你先準備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你們一定是沒法騙了 oding 經理 政府 始終 禁止 你不可能 人別開除了 無疑以後你 就是副經理了 徐少 咱們去提車吧 哎我剛剛還訂了一輛車 你先放一下 沒問題 哎 同學會 哎呀 來來來你小心頭小心頭啊 哈哈哈哈 麻煩葛老闆幫把車停 哎好的 您慢走啊 這不知道哪裡來了大佬 真羨慕呀 是啊 要是我們也認識這樣的大人物 那該多好啊 呦 這不是我們大班長徐浩嗎 你也來了呀 大班長啊 聽說你為了省威被開除了 還做了保安 怎麼有時間來參加聚會呀 你不知道 我們大班長 現在連保安都不是了 就是個無業遊民 臭屌司一個 哦 怪不得有時間來呢 可是我當時你 都沒臉來 你這話就不對了 徐浩當班長的時候 多威風呀 那可是學校的風雲人物 怎麼會沒臉來呢 什麼風雲人物 現在還不是表屍一個 都逼不過夢少你 一根手指 哎 我可不敢跟大班長比 我義無是處 我只能呀 繼承我爸的公司了 你們倆收購了嗎 大班長有意見了 要不這樣 你跪下來求求我 就讓你去我公司 當個保安怎麼樣 一個月給你 兩千塊 還是夢少你人意呀 兩千塊 這攢一輩子 估計購買口匡泉水喝喝吧 哈哈 徐浩有什麼夫婦 把他倆 給我趕出去 以後別讓進來 明珠酒店這麼高端的地方 別讓蒼蠅被污染 明珠酒店這麼高端 別讓蒼蠅被污染 是兩位請吧 憑什麼趕我們走 你們就是這麼做事的 在這裡 徐少的規矩就是規矩 你們不走的話 我就趕你們走了 請吧 這孟充雅人也真是的 居然得罪這種大碗 就是真沒顏色 李老師 你只要小心一點 別得罪你這種大人物 你來了 你來了 你怎麼把徐浩也叫來了 你怎麼把徐浩也叫來了 就是 今天我們在座的同學 哪一個不比他臭保安保護的呢 真是騷血 這裏是同學會 憑什麼徐浩不能來 看一個臭保安當同學 真是丟人 只有孟充那樣的 才有自我盜墓公學 孟充一畢業就繼承他們家的公司 年少有了 不像某些人 是你當我 哎 你們還不知道吧 孟充給我打電話說過了 徐浩啊 現在連保安都不是 他被開除了 夠了 你們少說幾句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要不我們走吧 哦 蘇瑞 你這是要到哪兒去啊啊 我跟你說啊 我可是看著你的面子才來參加 你的機會的 你要是走了 那可是不過我面子啊 哈哈 李老師李老師 李老師你別在意 蘇瑞他亂說的 呦 這不是徐浩嗎 聽說啊 你混的不怎麼樣啊 混的還行 行了行了 別裝了 我都聽說了 你說說你啊 你也向孟充學學 你看看他都有出現 說到這兒 孟充和王平 怎麼還沒來呢 他呀來了 不過在錢財惹動了一位大人物 被趕走了 真的 什麼大人物這麼厲害 我親眼看見了 那人可是開著全球限量版的豪車來的 不僅如此 連明珠酒店的葛老闆都對他畢恭畢敬的 像小弟一樣幫他停車的 沒想到明珠酒店還有這樣的大人 要是我們能不能都認識到 別想了 我跟你們說啊 你們都小心點 這種大人物可不是我們能得罪起的 他為了 他倆 他倆其實是我趕走 徐浩 你不吹牛逼會死呀 你一個臭保安還妄想成為大人物呢 就是 憑你也敢說趕走了孟充 還孟充趕走你差不多吧 別亂說 要是被大人物聽到了 被砍出去就不好啊 別亂說 他倆看不起我就被我趕走 這水倒不怎麼樣啊 還是礦泉水好喝 就算孟充被趕走 也不是你用來吹牛的理由 就是 還深當自己是個人物了 一個臭保安 說白了 不就是看門狗嗎 更何況 你現在連狗都不是 孟充雖然被趕走了 但是他的成就 也不是你這一個保安能比得上的 以後 別說是我學生 我丟不起那人 李老師 就這麼的人是了的 我如何 還輪不到你一個臭保安來指點 多逛出去 這裡不歡迎你 在座的同學 哪個你都比不上 既然這樣 我怎麼會 對不起 我不知道會這樣 我跟你一起走 吊絲就是吊絲 還大言不惭地說一瓶礦泉水 你知道一瓶礦泉水多少錢 你知道個屁 一瓶礦泉水價值一千萬 把你賣了能買得起嗎 啊 徐浩 作為老師 我再勸你一句 話不要亂說 明珠大酒店的水 可不是一般人喝的那種水 雖然根本比不上礦泉水 但是也不是你一個保安能喝得起 徐浩 離蘇瑞遠一點吧 他可是我們的笑話 你一個愛吹牛的球屌絲 可別連累了他 我本來不想和你們借腳 但你們咄咄逼人 那就別怪我了 呦 我好害怕呀 你能把我怎麼招呀 徐浩 別吹牛了 以後你這種學生真是丟人呢 至尊黑卡 至尊黑卡 你怎麼會有至尊黑卡 不可能 至尊黑卡 可是頂尖的大人物才能有 整個江城也不破三張 難道 他真的是這樣的大人物 是個屁 徐浩 我沒想到你除了吹牛 你還偷東西 是你把那個大人物的黑卡給偷了 用來裝逼的吧 死掉了 連黑卡都敢偷 正好把你抓起來 還能去結交那個大人物 對 我今天就要好好教教你做人的道理 你哪都不能去 等老闆來了 就把你交出去 不用你們叫 我自己叫 何老闆 麻煩你上來一趟 還裝 不會是給他的通貨打電話 讓他來救你吧 我們這麼多人看著你 我倒要看看 誰能來救你 我不需要人做我今天就坐在這 哪也不去 葛老闆 您來的正好 這個人偷了那個大人物的黑卡 快把他抓起來 許少 現在信了嗎 哥老闆 您怎麼對他這麼客氣 他不過就是個臭寶寒而已 寶寒 掙扎你的狗眼看看 這可是徐少 誰也都要交好的人 誰給你的男子 敢看不見徐少 李老師 你不是說我喝不起礦泉水嗎 哥老闆 麻煩讓人把我車裡的礦泉水 全部搬上來 是 宿主 把徐少車裡的水搬到包廂 快 吳老師 不知道這些礦泉水可否入你的眼 要不要拿一瓶看看是不是真的礦泉水 那怎麼好的意思呢 這可是徐少的 屁是你能認識的 徐浩 其實我從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喜歡你了 只是一直沒想告訴你 徐浩 你別聽他亂說 真正喜歡你的人是我 只不過原來有沈薇在 我一直沒好意思說出口 徐浩啊 打我第一眼見你 我就知道 你這孩子呀 將來肯定有出息 哈哈 老師果然沒看錯人了 不好意思 我來晚了 沈薇你別誤會啊 我們和徐浩沒有任何關係 徐浩 你也在啊 之前說我不好 我們和好吧 以後 以後你想讓我幹什麼 我去幹什麼 你們已經離婚了 你別這麼惡心 沈薇 不是我說你 雖然我們是同學 但是既然你們已經離婚了 你就別再貼上來了吧 就是 真不要臉 徐浩 沈薇沒有這個福氣 不如 考慮考慮我呀 考慮考慮你 你要考慮 也是考慮考慮我 你們兩個賤 敢跟我敲男人 哎哎哎 你們兩個賤 挪起來 我幹什麼 你怎麼來了 我拿帽在這裡 我怎麼就不能來了 顧手他一直糾纏我 我沒辦法所以才過來了 這兩個賤女人 他們竟然打我 捆開 我 你來幹嘛 關你屁事兒啊 臭小小 兩天後頂峰會的邀請函 我已經拿到 如果你不跟我去 從我滅了楚家 你也別想逃過 這是頂峰會的邀請函 不會是我顧手 這可不是隨便什麼人就能得到 那可是只有站在頂峰的大人物 才能夠參加的 還是顧少年輕有為 不像有的人 有幾瓶礦泉水 就以為自己是大人物了 就是 能收到頂峰會邀請函的 才是真正的大人物 不像某些爆發貨 徐浩 在我眼中 你一直都只是一個龍椅 告訴我 等宴會結束之後 我要讓你看著我 真不出小小 你嘴真臭 留我眼點 等宴會結束後 我希望你還能像現在一樣 宴會我也會去參加 想傷害小小 不可能 就便宜 可笑 進去當保安嗎 你怎麼會有邀請函 太有 啊 邀請函而已 現在我可以去參加頂峰會了嗎 好好好 等到一兩小時的時候 我再好好收拾收拾你 好了 這場鬧劇該結束了 我都煩了 何老闆 麻煩讓人把我這些礦 把我都吃上去 是 還有 以後除了蘇瑞誰都不要放棄了 明白 你能不能滾遠點兒 你的腳都被拍進來了 臭屌絲讓開別出現在我鏡頭裡 拍完了嗎 拍完了趕緊走別耽誤我時間 還要去買衣服呢 我們什麼時候 想拍多久就拍多久 關你屁事臭屌絲 這是我的車 放屁 這可是頂級豪車 能是你一個臭屌絲開得起的 就是 這車是我男朋友的車 趕緊滾 別影找我拍照 這還真是你的車 老公 你怎麼才來呀 我等著你腿都冷了 老公 要不要我們一起吃豆豆腐呢 你不喜歡我們 跟我們喜喝個酒總可以吧 很可愛 也不看看自己到底是個什麼貨色 也敢賺我男朋友 哎兄弟 這是全球限量吧 好車吧 我能合拍一張嗎 有人喜歡拍照 沒想到這男人也一樣 可以啊 謝了兄弟 這是我的名片 這個商場 還有江城最大的酒吧 都是我的產業 有什麼需要 隨時跟我聯繫 謝了 虎哥 不就是一輛車嗎 至於你這麼驕傲 你懂個屁 這是全球限量馬號車 能開得起這輛車的人 可不是我能惹得起的 他要是不爽了 我的產業可就都完了 怎麼突然想起來買衣服了呀 我總不能穿著這身 去參加提供會吧 這件怎麼樣 你放開 這衣服摸髒你賠得起嗎 買得起嗎 真的要好好打扮一下自己 不然總被人看不起 真是煩 你來吧 我累了 你哪隻眼睛 看見我們買不起的呀 左眼 右眼也看到了 就這種 渾身上下不抽一百塊的臭屌絲 也敢摸我們頂級西裝 我還沒聽說過 買不起 連看都不能看到 看了有什麼用 看了就能買得起了 就這種臭屌絲 一輩子 連我們一個西裝袖子都買不起 這件衣服很閨 屌絲就是屌絲 我們的西裝是訂製款 一套七十萬 買得起嗎你 七十萬 也不貴呀 不就一口控卷水價格嗎 對你來說 確實如此 我聽到了什麼 真是大言不慘 臭屌絲 你有貨顏稅嗎 怎麼樣 要不要給他看看你的實力 算了 搬來搬去 太累了 什麼 牛皮吹不下去了 快滾吧臭屌絲 裝屁股看看地方 怎麼回事啊 怎麼回事啊 老闆你來了 沒事 剛有個臭屌絲捣亂了 我正要趕他出去 是 大人物你也敢撩罪 這位少爺 是我光眼看人低了 你饒了我吧 我不想實際這份工作 不至於這麼大反應嗎 要是不能讓他原諒 我就完了 虎哥可是笑面虎 心黑著呢 唉不好意思兄弟 答應你的興趣了 我這就處理了他 是嗎 我錯了 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唉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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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件衣服而已不至於 還不快滾 兄弟看著這兒的衣服了 隨便挑 多多多 送給兄弟啊 不要就是看不起我帳戶 這 那就多謝了 怎麼啦 幫自己的男朋友 整理整理禮待 不是應該的嗎 別嘲笑我 我那是幫你解尾才能說的 是嗎 我可當真啊 以後 你就說我男朋友了 宴會記得來接我 曉曉的紳士 她是瞞不了多久了 鍋子 我都有女朋友了 以後別叫我來了 你小子 有了女人就給兄弟忘了是吧 這不來了嗎 怎麼了一個人喝酒 別急了 本來啊我叫了兩位女 結果 讓李勝的小子給結胡了 真會氣 靠 你一個富二代就為了 兩個美女 至於 郭少賢 一個人呢 也對 你什麼檔次 也配得上 兩位美女 你想 故意找茬是吧 對 我就是故意 怎麼了 你多強比不上我李江 你也比不上我 怪不得美女 看不上 是吧 照理不歡呀 我當是誰呢 這不是那個 臭寶安 哈哈哈哈 和這種人交朋友 怪不得美女看不上 李少 我警告你 你可以針對我 但是你別針對我兄弟 他真是兄弟全身的 這種窮小絲臭寶安 還不值得我針對 李少 別跟這麼廢話了 我酒都拿來了 這不是早上靠著我的車拍照的老人 還真是 哈哈 郭少賢 喝皇家裡頭 怪不得美女看不上你 媽 你的酒很貴嗎 你老的這瓶酒 300 把你賣了 都喝不起 臭啊 滾開 好狗不打到 帥哥 帥哥 好有緣啊 帥哥 今晚一個人嗎 我們兩個人沒地方去 要不今晚去你家吧 怎麼樣都行哦 離我遠點 別生氣嘛 你不喜歡我們一起喝喝酒 總可以吧 這 什麼情況啊 你們 就這麼傷膽子 天下窮鳥屍 李少 可別亂說 這位帥哥 可是開著頂級豪車的人 就是 你跟人家沒有可比相 下輛版豪車 就他那種窮鳥屍 我不信 有 你是租的 下輛版豪車 兄弟 原來你才是隱藏土豪啊 我不信 你肯定是在吹牛 請 李少 再給我拿兩瓶 威士忌 達摩爾六十二 好的李少 您稍等 車吧 老子三瓶酒 一千萬 你要是真有錢 就給我 兄弟啊 別衝動 他這三瓶酒啊 抵得上一瓶礦泉水啊 沒錯 我這三瓶酒加起來 能換一瓶礦泉水 你消費 不就是一瓶礦泉水嗎 有什麼消費不起的 臭他媽吹牛 你倒是叫酒啊 我不喜歡喝酒 尤其是洋酒 臭屌絲 是不是胖 行 跪下 給老子磕頭道歉 老子就放了你 李少 你跟這種臭屌絲 叫什麼勁 這種人一看就是裝逼飯 我看 連幾十塊錢酒都喝不起 郭少萱 你是個廢物 你朋友也是個廢物 在我面前裝逼 有本事 讓他叫酒啊 你們這兒最貴的酒是什麼 那當然是波羅福的家了 價值九百萬 不過這酒是我們老闆珍藏 只有三瓶不賣 小角色 你該不會知道這酒不賣 故意 喊出來裝逼吧 李少 這也太明顯了吧 出來喝酒的人都知道 我們老闆珍藏了三瓶好酒 從來不賣 搞東西 惹了我 沒那麼容易 今天 你要是比不過我 我就把你的腿打斷 把你丢出去 虎哥 我是今天在商場碰到的那個 聽說你珍藏了三瓶好酒 能不能嘗一嘗 當然沒問題 我馬上給兄弟們送來 既然要比 那就等著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初寶安 還在跟我演 眼睛這麼好 這不是當演員啊 當 當著寶安 取材啊 哈哈哈哈 這麼無理的要求 我們老闆怎麼會答應 要說你這表演也不專業 回去當你的初寶安嘛 別著急 等會你就知道了 我倒要看看 你怎麼演 怎麼樣兄弟 在這玩得還開心嗎 老闆 你 你怎麼來 怎麼 我兄弟想喝我珍藏的酒 我親自送來 不行 虎哥客氣了 叫我徐浩子 徐少 能來我這玩 賞光是給我面子 敬你一杯 虎哥 我真不 今天要不是為了我朋友 我也不注意麻煩您 我還是習慣喝 礦琴水 我不是老闆敬你不給你唸 你居然不喝 真是給臉 不要 是啊 我爸 這傻子明顯看不起你 混著 徐少爺 徐少爺是你能支支點點的 我看你手指是不想要了 來人拖出去 把手指剁了給徐少賠罪 徐少 徐少 我願不是泰山 我願不是泰山 你放了我吧 徐少 我倒是無所謂 不過 郭少賢可是我兄弟 郭少 郭少 我 我理事就是個屁 你當我是個屁 把我放了吧 行 滾吧 浪子從來都給我進去 虎哥 算了 過手什麼的 不是你 不過虎哥既然警罩就打開了 那我也不能讓你吃虧 這樣 我車上有控潛水 你當警罪了 不愧是徐少 礦泉水可是稀罕物品 那我就確知不公了 聽到了沒有 還不趕緊去搬水 你老子小心點 咱把瓶子磕壞了 磕你的雙手 要不是你 虎哥怎麼會這麼對我 你給我等著 老子 這麼多礦先生 我要是哪兒 豈不是發達了 老子連車帶水一塊兒偷了 跑到國外瀟灑快活去 我勸你 最好不要這樣做 醫生 你 你都聽到了 這種新外版豪車 都能夠有定位 而且礦泉水 現在根本無法出鏡 你拿了 根本跑不了 律商 你喝多了吧 說著不拿 我可沒那麼想 放心 我是不會揭發你的 我倒是有個辦法 狗東西 你怎麼拿了兩瓶 哎 沒事 拿了就拿了 正好我也口渴了 還是礦泉水好 老闆 我懷疑這礦泉水 是他偷了 混账 少胡說 撕落你的嘴 老闆 還有一個味道 那天空泉水 要是我們吃 你的產業吃上紅飯失味 真的 極真完全 徐浩 泡泉水是你偷的吧 虧我還覺得你是一條漢子 原來也是個建材起義的主 既然是你偷的 那我就有義務收繳 你說偷的就是偷的 你有什麼證據啊 老子的底盤 老子有證據 你偷的 小哥 虎哥也是女能質疑的 敢投虎哥的礦泉水 在江城 你就別想好 乖乖把礦泉水澆出來 我們老闆可是裴爺的人 得罪了虎哥 小心你活著走不出江城 徐爺 裴爺咱真是武器啊 這樣我們小民先跑 我這幫你頂著 虎哥可是裴爺的左膀右臂 得罪了虎哥 你就是得罪了裴爺 裴爺雖不是豪門 但在地下世界 裴爺可是想當當的人物 可惜了你這個小帥哥 我們趕緊走 別連累我們 徐浩 我勸你實相點 爺不是好歹 裴爺是吧 好 我正好看看 裴爺會有什麼說法 徐少爺有何吩咐啊 我在目測酒吧 這兒有個叫張虎的 說是您手下 他還污衊我偷他的礦泉水 什麼 反了他呢 是讓您收到 我就在門口 馬上進來 黑爺就在門口 馬上就到 看你怎麼說 既然你不識好歹 別怪我不客氣 張虎 你找死 張虎 你找死 裴爺 搞東西 徐少爺的東西 你也敢動歪腦鷹 裴爺我錯了裴爺 菜子不敢了裴爺 把他拉住這棟廢了 以後永遠不許在江城出現 裴爺 裴爺老命 裴爺老命 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一起廢了 丟進這兒 你別 別讓我 只是你 老你一命 從此以後 江城 沒有你家了 徐少 對不起 是我 御下無方 裴爺不用客氣 這事兒還得謝謝您出手幫忙 您就叫我 裴名好了 使不得 我還是叫你裴哥吧 既然事情都解決了 那我就先走了 浩子 牛逼啊你小子 連陪一人那麼牛逼的人物 都那麼尊敬你 全球限量滿頂級豪車 這可是我的夢中情車啊 喜歡啊 建議開了 啊 正好 我嫌這車太高調了 兄弟 你可真是我親兄弟啊 我愛死你了 不過這話又說回來了 這車裡面的那礦泉水 你怎麼不存銀行裡啊 天天帶這麼多礦泉水到處跑 多不安全啊 哇 我怎麼沒車 不知道你放在車行的車 什麼時候提走了 一會兒就去看 那我就在車行顧候你了 哦對了 吳一離職了 怎麼回事啊 我買了車啊 你們沒給提成啊 哪敢啊 徐上 我聽說吳一的父親 獨山載氣發達了 車不得了的任務 所以吳一自然不夠在工作了 我是被欺負走的就行 沒什麼事就怪了吧 您好 我想在你們金庫存放東西 先生您好 您想存放什麼 礦泉水 真的嗎先生 您放心 我們銀行的金庫 絕對是最安全的 不知道您想存放幾瓶呀 先存一貨車吧 剩下的以後再存 你耍我呢吧 一貨車還剩下 你知不知道一貨車 礦泉水是什麼概念 什麼概念 一車礦泉水的概念 先生 請你離開 否則我就叫保安了 真的要存水 不信 你們跟我去看看 一貨車礦泉水 都能自己開銀行了 還用到這兒存 快鬼 再消遣我 我就跟你不客氣了 你身為銀行大堂經理 就這麼對待客戶的 好 既然你不死心 我就跟你去看看 要是敢耍我 我要你好看 堅持住 不能讓開扁了 不就是你這空泉水嗎 要不 給你們三個招把椅坐著看 警告警告 警告檢測到大量控制 下令警告 記錄遺跡情節 什麼情況 要不要這麼誇張 怎麼回事 不知道 我說要存水 他們不信 就帶他們來看 結果就這樣 結果就這樣了 許少 看來我還是低估你了 沒想到 如此珍貴的礦泉水 你有這麼多 多嗎 這才哪兒到哪兒 對了 你怎麼來了 這家銀行是我的呀 哦 那正好 你先幫我把這些水存進庫吧 剩下的 我慢慢存 你還有 你可別為難我了 這麼多水 我怎麼存得下 你不是有間倉庫嗎 乾脆升級改造一下 自己存算了 我可以免費幫你升級 好主意 你倉庫的神奇程度 完全不怕暴露 那麻煩你了 我去參加頂峰會了 好 你先走吧 我處理完這件事情 十點過去 這是吧 還是得拿著噴嚏人家 為小孩弄得到 這才是難事啊 弄得到 感謝大家今天能來參加頂峰會 我特意準備了三瓶 正常多年的清水山 供大家品嚐 蘇慧長豪氣啊 千歲山 可是水中貴族啊 這今天 我們可有口福了 能喝到千歲山 吃了 你這兒來喝 能喝飽嗎 這可是千歲山 你還想喝飽 這一小口就是 普通人的半輩子 還真是大言不慘啊 像這種極品礦泉水 能喝上一口 便是得天之幸 沒錯 像你這種土包子 不知道怎麼混 各位 別跟他置氣啊 他的真實身份 不過是一個臭保安吧 還是被我開除的保安 沒有見識 沒有見識 也是很正常 原來是個保安呢 你是怎麼進來的 頂峰會 也是你這種人能參加的嗎 來人 把他給我趕出去 好了 頂峰會的邀請函都是我吧 既然這位小兄弟能進來 就不用拒泥他的身份了 會長的事 給這位小兄弟 倒杯清水山 哈 如此珍貴的礦泉水 你竟敢撒在地上 句話 蘇會長保健天裡喝水 你居然不履行 是你撞到我 放屁 大家誰看到我撞到啦 猜不趕緊跪下 把水起乾淨 過關了 我看見你這 滴水 屎小小 在這兒 沒有你說話的負責 這位小兄弟 那倒有沒 這個蘇會長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這麼回忽 這個臭臼死 水怎麼是苦的呀 居然吐臭的 是你自己的臭死 徐浩 我說你吐石好歹 還對著給你臉的呀 你簡直是不把蘇會長 放在眼裡呀 這個燕玉秀的兒子 到底怎麼回事 這麼不給我面子 搞東西 這麼珍貴的礦泉水 你今天得吐出來 社會長 我不是故意的 你那些礦泉水是假的呀 不可能 這礦泉水 是我費了很大的功夫 才得到的 臭 我知道你手裡有幾天 但是這可是千歲山 是你那種普通炮酒品 能比的吧 屌絲就是屌絲 不是天高地高 貴誰給我挺乾淨 掃杀 你在江城 就別想壞下去 沒錯 我們再做了各位一句話 不能讓你再向我們活得不服一小狗 哈哈哈哈 郭長 把我車上的千歲山拿一件去 蘇貴長竟然不信 更好我車上也有自己 那是更好 你一個臭毛安 別敢說自己有千歲山 有沒有 等等 我知道 拿給蔡貴長嘗嘗嘗吧 來 這邊 好像真的有千歲山 還是酒駕 是還是 還是 原裝千歲山 原裝千歲山 價值不可不量了 他只有有一件 這是原裝的千歲山 就這麼喝 那是 不解釋而已 你給他喝就行 有如此甘甜 沒想到我飲無聲之年 也能喝到多麼甘甜之事 小兄弟 我為我剛才說過 這是 你能鼓鼓的 是啊小兄弟 你大人你就大量 不要 不要跟我們一般見識 就讓我們 嘗一口吧 不開心這也行啊 剛剛蘇貴長喝的那一瓶 讓我們每人喝一口吧 就一口 不至於 想喝就喝 一人一瓶 我哪有 這不是雙大人 怎麼見了水就這個樣子 看來 你還是沒有意識到 這況是你所得的意思 這也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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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務長都把大家逼成什麼樣了 什麼 好戲開始了 怎麼了 顧家突然開始瘋狂打壓 楚家 楚家馬上就撐不住了 我家也是 被顧家打壓 我家也快撐不住了 什麼 我 愁死 许昊 你處理的礦泉水 不能這麼容易 現在你的朋友 和你的女人 平時遇到了危機 你還能拿出多少礦泉水 來教他們呢 怎麼回事 這事 跟你沒關係 我就是想看看这个臭保安 这个时候 是救救的女人 好的 这样 你先走 这我顶着 我家不是那么容易被灭了 原来你早点是这个 那看来要让你失望 抬看嘴 我倒要看看你买的底气 我把你搞瓦之后 学买买把你扯摸的生胆死 是吧 让当正能量的 我儿子 是这个东西 是吧 顺座长 不介意我让你们女医小姐们 干人体力口感 不介意 带着你的姐妹们下去 把我车身里的东西 都搬上 仓墙 我倒要看着 你不是妈的 用手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还有这么多空泉水 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只要各位 帮我彻底破灭顾家 这些矿泉水 我全部送给你 小兄弟 死化当真 当然 水就在这儿 只要我得到顾家破灭的消息 水 随便 小兄弟敞亮 我宣布 从此以后 断绝 断绝与顾家的一切合作 断 顾家生路 我宣布 司马家 断绝与顾家一切合作 断其生路 我宣布 沐家取消和顾家的一切合作 断其生路 断其生路 要不要忘了我周家的地 小兄弟 这个就是周家的事 不是 周长 真的是 还不明白吗 要断绝与顾家的生路 我不同意 为什么 周家 在那顾家的身后 是啊 就算我们几家联合起来 也不能入绝与顾家的眼啊 哎 矿泉水不好拿啊 什么时候 还想着矿泉水 这要是 得到有周家 咱们周家 求不算账吧 哎 算了算了 还是不要他那么回血 周长 我们刚刚是开玩笑的 你明在 你顾家 自然的灵开山 就是 就是 这个周家在 谁敢动顾家呀 嘿嘿嘿 就 是我小瞧了 不过 你也别小瞧我周家 周家前我母亲吗 谁早会逃回来 看来 你都知道 是又怎样 就算你拿出一车 矿泉水来 也奈何不了我 顾家 我敢肯定 你也拿不出 这么多矿泉水了 别说我周家 就算是顾家 你也奈何不得 谁说 他奈何不了顾家 刘泽 你要跟我做断 是又怎么样 你能奈我吗 你 各位 我们刘家不得签制成周理 你们只需要安心的制裁部队 怎么样 刘家也想 是啊 正在清朝 你们与周家靠行的 只有刘家 这还怎么办 这是被我们站队 各位 你们可想清楚 刘家能永远护住你们吗 你们又能永远联合起来吗 不敢不敢 怎么敢跟周家对着干的 这事情 我们不参与 是是是 我们呀 不参与 现在 还有谁能来帮我 许昊 许昊 没想到吧 最后 还是我赢了 楚小小 我要是你啊 我就现在立马过来跪舔我 我还可以放你这个小情人一马 如果我拿出一车矿泉水 那我就拿出两车 三车 许昊 你失心疯了 两车 三车 你的矿泉水是大白菜呀 各位 可都听清楚了 这小子能拿出这么多矿泉水来 行了 只要你能拿出来这么多矿泉水 我就不管顾家 怎么样 各位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成立顶峰联盟 邀请大家加入 以后 一龙俱龙 一损就算 许昊 此话当真 当真 好 我加入 我加入 我也加入 我也加入 我们都加入 我们都加入 苏会长 这是何意 是要跟我周家做对吗 周少 我这也是为了以后的发展 没错 这样 对大家都好 把消息散播出去 别忘了 记得提前预告一下 你家的死灭 谢谢 有些所措的 不过 我 有你 周家 已到 爸 你怎么来了 小小 我来是想告诉你怎么出家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呀 那是因为请家本来就是我周家一直复制 而你 也不是楚河的女儿 是我周昌的女儿 这楚家大小姐 居然是周家的女儿 这 这也太狗血了吧 这 这不可能 这怎么会呢 不可能 不可能 这 薛雕女士怎么回事 小乔啊 这事还得从店家说起 楚家能用今天 是因为当初被谈恋 而你的母亲 一直不同意周家的这个计划 所以说 代表幼年的你 考虑了周家 是我受了母亲 而我也刚刚才知道 当年 帮我崛起 建立楚家的就是周家 我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可能会是太狗女儿呢 害了我母亲一家的 居然是我女朋友的父亲 这 重小小居然是我同父一母的姐姐 事情已经都很清楚了 小小 那就跟我回咱们周家吧 什么 我是不可能跟你过去 这可由不得你 我可是你的亲生父亲 难道 你又想看看 你以前留意你的东西吗 走了 走 别冲动 你就算现在把曲小姐带走 也是无济于事的 曲小姐 也是想回去看一看 她母亲的遗物的 难道这这么看的 是要特别的 当然不是 周昌这个人 我还算了解 他是不会做出 什么过分的事情 相反 他把曲小姐带走 可能也会让曲小姐 接受一部分 加息资产的意义 不 周昌 不许他会做什么事 不许多 我有个办法 不许多 可能需要出去信奉警许 我 憑什麼 他一個賤人 一回來就讓父親給他加纏 他居然還不領情 卻不允許他奪走 本該屬於我那一切 真的 好 就這麼做 舒晓晓 看我怎麼把你給毀了 憑什麼我不嫁 姐 雖說任家主是個八十歲的老頭 但是讓你嫁過去也是為了你好啊 所以你把我從外面抓過來 就是為了嫁給你那個任家的老頭 然後換取礦泉水是嗎 當然不是 那只是個意外 姐 既然爸把你接回來了 那你就是周家的一份子 你就要為周家出一份力 閉嘴 你們害死了我母親 你們周家對我來說 什麼都不是 我不可能為你們出一份力的 你母親的死也是個意外 意外 那我也是個意外 所以 你們休想讓我嫁給任家那個老頭 行啊 不想嫁可以 只要你拿出 兩百瓶礦泉水來 我不僅可以讓你不嫁 還能放你走 你不會 你不會還在想你那個小男朋友能來救你吧 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他的那些礦泉水 早就為了對付顧家被刮酸完了 別吵了 就這麼定了 你啊 如果能弄到足夠的礦泉水 我呢 同意你脫離周家 周家主 此話當真 你這個混小子 到我周家來幹什麼 當然是來幫周家主解決問題的 什麼意思 周家主不是聽從了周順的建議 要把蕭蕭嫁給任家主換取礦泉水嗎 你是怎麼知道是我建議的 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周家主可是說了 只要蕭蕭能拿出礦泉水 就讓她脫離周家 徐浩 你這是想把我周家拆了嗎 周家主 這是我給周家的領域 你們慢慢接受 周小 你 知道你是秘密水 我這把老骨頭了 損失點鈴聲 幫幫徐少 那也沒什麼問題 但有 徐少這兩件礦泉水的禮物 可是也太貴重了 那就多謝任老了 您可以去給周順打電話 去準備準備 他怎麼可能會有這麼多塊的水 有問題 一定有問題 五紅呢 把他找過來問問 徐浩手上的礦泉水 多到不可思議 到底是從哪來的 我這 我也不知道啊 這個啊 要件什麼用啊 倉庫 這些礦泉水 肯定跟那個倉庫有關係 那就把倉庫陪我弄到手 劉少已經把那個倉庫生機改造了 咱也進不去啊 倉庫的地在許浩手 既然如此 那我們就把地搞到我們手裡 坐 啊 你怎麼還住這種地方啊 啊 這不是最近一直忙著沒顧上換嗎 啊 喝點水 不用了不用了 太快熟了 沒事 多的是 謝謝 我說怎麼這麼久才開門 原來屋裡有女人啊 馮東你有事啊 少給我裝蒜 老娘的房租你都欠多久了 還不交 再不交就我滾出去 不好意思啊 最近事情太多搞忘了 忘了 我看你就是交不起房租 窮屌死一個 我是真忘了 馬上交啊 對了 這次之後啊 這房子 我就不租了 怎麼 你個臭保安安要去露宿街頭了 也對 就你這樣的 露宿街頭都算好的 趁早給老娘滾出去 這樣 我也沒有多少現金 就拿礦泉水給你當房租啊 礦泉水 這是我遺落在這個房間的礦泉水 被你給偷了 現在烏龜原主了 我什麼我 看在你幫我找到礦泉水的份上 不收你房租了 快滾 快 你可真不要臉啊 賤人你敢罵我 看我不死了你的嘴 來 算了 一瓶礦泉水而已 走吧 我們去買房吧 你個臭保安安還想買房 睡狗洞去吧 給你看我們這個房子在中心地帶 而且交通非常的方便 如果您現在想要的話 現在就可以牽合套 你好我買房子 十號 真晦氣啊 這都能遇上 臭屌絲你還真來買房啊 你買得起嗎 不用你操心 你都能買得起 我們憑什麼買不起 你們跟我比 老娘是有一瓶礦泉水的人 說你不要臉還真是說對了 搶了我們的礦泉水 還挺不支持的來買房 你說是你們的就是你們的 你叫她的答應嗎 小姑娘不用理會他們 這個臭保安買不起房子的 你給我介紹就行 你好我們這套房正好是一瓶礦泉水的價格 您剛好可以買下它 好好就這套了 好 等一下 這套我要我出兩瓶 臭保安你故意找茬是吧 我就不信你還能拿出礦泉水來 這位先生我們馬上就可以簽合同 是我先看上的 還講不講先來後到 別以為有礦泉水就可以為所欲為 我出三瓶水 不好意思 有水就是可以為所欲為 還有你一瓶礦泉水也沒 這點也是我 你胡說你有什麼證據 看到了嗎 這上面有我女朋友的口供應 嗯 陳先生我馬上給你準備後續的合同 您稍等 許康 把城西那片空地交出來 我饒你一命 我不認識你也沒見過你 誰跟你受益的 周昌 你就這麼告訴我了 也不辯解一下 沒那個必要 我也不是周家的狗腿 我也只是拿錢辦事為了救我母親 所以我勸你乖乖的配合 這樣 周家給你多少錢 我給你雙倍 不行 看這兄弟的樣子 不知道是性格如此 還是傻 這樣 我打個電話 馬上叫人把合同送過來 劉哥 周家找了個叫 馬忠 找了個叫馬忠的人 來問我要城西那片地的合同 你穩住他 我馬上帶人來救你 千萬別請你不懂 馬忠可是第一高手 熊長人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不 我的意思是 你把那個合同帶過來 我哪有你那片地的合同 我懂啊 我弄一份假的 兄弟你別著急 合同啊馬上就送過來 這樣 你先帶我去醫院見你母親 你放心 我絕對沒有別的想法 我母親也在醫院 你的心情啊 我是可以理解的 好吧 放心 沒事 你一會兒把合同結了 走吧 許少 許少 你還看見母親了是嗎 你放心 我們把你母親照顧得很好 一會兒去看我母親 先陪我這位兄弟去看看他母親 順便 他母親所有的醫療費 我全出了 馬忠 我很欣賞 你放心 你母親後續的所有費用 全部由我成的 我每個月給你開一瓶礦泉水當工資 你來給我當保鏢吧 一個月 一瓶礦泉水 當保鏢 許少 其實我也很能打的 我一個月只要半瓶就行了 半瓶就可以了呀 人道 還是好好當你的醫生 啊 走 去看看你母親去 你馬上被策反了 廢物 你怎麼辦事啊 行了 本來強行收購 就是個蠢主意 現在核污染 不是很嚴重啊 你去找點放射物 丟到倉庫附近 然後啊 找人把那塊給我封鎖進來 既然我們進不去 有他媽誰是一樣進去 對這個主意好啊 那放射性對我也有危害啊 少他們废 你顧家已經完蛋了 你現在就是我周家的一條狗 我讓你去幹嘛你就去幹嘛 還不快去 怎麼 顧少這是有麻煩了想起我來了 當初是誰不懈意給我把我塊錢 廢話 現在咱們倆才是一夥的 而且你只能依靠我 依靠你 我喊你聲顧少 真把自己當顧少了 別忘了顧家已經沒有了 好 賤人 還不都是你害的 告訴你 這件事情你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不然我就廢了你 你有毛病啊 這東西有浮石你趕緊丟了 你是真傻還是假傻 這就是普通的石頭 普通的石頭 周家讓你去找輻射物 你就找真的呀 你不要你的性命 我還要的 隨便找兩塊石頭 混弄一下得了 你還當真以為 周家那兩人 會不顧生命危險 過來檢查嗎 有道理 好了 別廢話了 幹活吧 去把那些小朋友叫過來 裝成專業人士 封鎖這裡 幹活兒 誰讓你們封鎖這裡的 徐浩 這片地發現了輻射物 已經被封鎖了 放屁 這裡面怎麼可能會有輻射物 不信 應該那是什麼 一定是這倆人在搞鬼 讓開讓我進去 你做夢 這裡邊可都是專家 專門處理這種輻射性物質的 你以為這是你家呀 想進就去 馬忠 闖進去 放肆 敢影響我們辦事 我看你是想進去了 你又是誰 我們是防安局的 這裡我們已經接管了 快滾 老闆 沒聽說人家是防安局的嗎 你們敢招惹到防安局的頭上 信不信讓你們下半輩子進去過 既然被防安局接管了 那你們為什麼在裡面 我 我是發現 浮射性物質的人 我也是舉報的人 我還是作證的人 我當然在裡邊了 蠢 老闆 這個人不是防安局的 我見過他 他叫馬三 是一個小公子 哦 原來是防安局的人啊 那我自然不會阻撓 不過我剛好認識 防安局局長 不如我打個電話請示一下 你看起來有點緊張啊 放屁 我怎麼會緊張 就你一個臭屌司 也敢說認識我們局長 既然你不信 那我就證明給你看 我倒要看看你能打給誰 裴老哥 你手底下的人冒充防安局的人 你看 這事怎麼處理 那個混蛋 人家不安局的人 腦子掛了你的皮 裴 裴爺 阿三是你 你真是活膩的 腦子弄死你 哎呀裴爺啊 裴爺啊 裴爺饒命 裴爺饒命 是顧少讓我這麼做的 徐少饒命 徐少饒命啊 帶著你的人馬上給我滚 顧侯 沈未 你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招惹我 我今天必須要給你們點教訓 打一段 丟遠點 下屬一點風景 打死 別過來啊 別過來 想必他們已經成功了 他的倉庫已經被封鎖了 現在徐浩就是個一無是處的廢物 沒錯 但是還不夠 明天吳家千金的生日宴 你要準備好禮物 這次要是能拉攏到吳家 我們到時候就可以把刘家一併命 那個剛剛成為頂級富豪家族的吳家 那個吳家族 可是個傳奇人物 據說他只高一千萬 就是吳家成為頂級富豪家族 我要是娶了他的女兒 那江城 岂不是咱們周家的天下了 吳家本來就是頂級家族 不過是因為有些事落魄 吳家能東山再起 吳勇不可小觸 你一定要好好準備 這次不僅要滅了劉家 還有那個頂峰聯盟 也要一遍給滅了 學生明天是我的生日 我想邀請你來參加 吳怡 好明天我一定去 我能再帶一個人嗎 當然可以啊 那我就公共您的大駕了 好 上次買車那個小姑娘 明天過生日 邀請我們兩個一起去 靠子 那看來這一次啊 不過得好好收拾是不是 可不能被別人跟筆下去 不穿這麼漂亮 不怕搶著主角的風頭 不穿這麼漂亮 你萬一被別人勾走了怎麼辦 徐浩 他怎麼來了 這你不用擔心 今天晚上宴會的主角 是吳家大小姐吳怡 徐浩根本對你勾不成一心 哎 兩個賤人 都不拿下無意 我將你們守不如死 今天晚上 你要好好表現 我已經打聽過 宴會是 吳影如選秀的意思 你千萬別 放心吧 我一定拿到手 感謝各位 今天來參加 小姐的師父是宴 本次宴會啊 老爺想從合作夥伴當中 選擇一位 長期合作 但 要考驗各位的實力 這是好機會 要是把項目拿下 你再能拿下無疑 流降必死 不知道吳家主想怎麼考驗我們的實力啊 是啊 我們家小姐喜歡養魚 只是現在的環境啊 很難找到合適的水源 所以 誰有優質的水源 填滿一個魚缸 就與誰合作 這條件也太難了 是啊 這麼苛刻的條件 恐怕沒有人能達成吧 這是 爸 咱們贏定了 徐浩那小子 為了處小小那個賤人 給了咱們一堆狂青水 我就不信 咱們這次拿不下 沒錯 徐浩已經沒有放點水了 這次啊 我們贏定了 不管如何 都不能讓周家獲得與無家的合作 看來 這次比試我要下場 說的沒錯啊 不管怎麼樣 都不能讓他們獲得任何好處 好了 各位 可以開始了 既然 沒人願意出手 那就我來了 誰說沒人願意 徐浩 這裡 可不是你裝逼的場合 你哪來的優質水源 不知道礦泉水散不散優質水源 什麼 礦泉水 這小子瘋啊 他要用礦泉水養魚 那可是礦泉水啊 用湯來養魚 太舒適了吧 對 大言不慘 你該不會還不知道你的倉庫被瘋了嗎 你拿什麼給我 噢 那樣子是你在背後搞鬼了 是又怎樣 你現在 就是一無所有的廢 那不知道 你又有什麼水源呢 當然是礦泉水了 當然 這還要多感性能呢 要不是你為了 崇潇潇那件 我們周家 哪來這麼多礦泉水 周家居然也用礦泉水 真是財大氣粗啊 那小子 竟然為了一個女人送周家一堆礦泉水 真是個成貨 看來吳家的合作非周家莫說 是 廢物 後悔了吧 等我拿下吳家的合作 再好好收拾你 我倒要看看誰還能幫我 好 看來你們的水也不夠啊 那又怎樣 你一滴都沒有 廢物 誰說我沒有的 海嘴硬 等我拿下吳家的合作 我就把你變成職務人 然後 讓你去和你廢物 媽媽做飯 哈哈哈哈 我這 畜生 你敢打我啊 夠了 這是小姐的生日宴 讓我試著 趕出去 是我等著 好 走 好 怎麼沒有 你不是 怎麼沒有 沒有 你不是 你就是 還好 我 你潛逐 你 你 我 你 你可以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看来我高估这个鱼缸了 还没倒完它就买 废里 这么珍贵的矿泉水 居然就这么溢出来了 既然这瓶水打开了 就把它倒完 既然我的鱼缸装不下 就倒在周顺的鱼缸 你不是我 我不信你这是矿泉水 你肯定是用自来水讲道的 自来水可是苦的 是不是用自来水假冒的 尝尝不就知道了 各位你们倒水辛苦了 大家可以随便喝 真的可以尝吗 当然 这一桶打开你们分了吧 喝不完的自己带回去 还能带走 是 这边喝 好 别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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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知道真假了吧 恭喜这位少爷拿下合作 至于这些矿泉水啊 宴会后将会如树凤环 至于养鱼什么的 都是玩笑话 不必在意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小姐出场 吴小姐 您今晚真漂亮 不知 可否少点跳支舞 徐哥哥 您来了 不知道你生日搞这么大 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这样吧 多送你几桶矿泉水 不用 您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 您好 介绍一下 我叫楚潇潇 是徐浩的女朋友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徐哥哥带女朋友来 苏姐姐 能不能把徐哥哥借我用一下 我爸非要在今天给我订婚约 可是我还不想结婚 让徐哥哥当一下我男朋友吧 你好大的胆子 并敢欺骗吴小姐的感情 我看你是活腻了 我看你是活腻了 徐浩 你可是有女朋友的人 居然还敢欺负吴小姐 劝你跟吴小姐跪下 磕头 谢罪 伙子 我家主来了 就死定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占无疑的便宜了 放肆 你什么身份 还敢知乎吴小姐的名字 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你当着女朋友的面 还敢拉吴小姐的手 你这不是欺负吴小姐吗 等吴家主来了 我要把你的狗爪子给剁了 向吴家主赔罪 小子 你死定了 吴家主 今日恋爱生日宴 没想到 让别人占了便宜 都是我的错 没有保护好恋爱 是啊吴叔叔 大家都知道您最特爱吴小姐了 现在有个废物欺负吴小姐 您可得做主啊 谁这么大胆子 敢动我吴庸的女儿 这小子死定了 吴庸出了名的女儿奴 是啊是啊 咱们都离着小子远点 别为他给连累了 那 徐公哥才没有占我便宜 起来 让我看看 是哪个小畜生 胆子这么大 就是他 一个废物 一个欺负吴叔叔叔您的女儿 真是不知天高地高 吴家主 你心怒 我也可以替你教训这种 不知天高地高的灰晓吗 对 还不赶紧给吴家主 跪下 磕头道歉 吴叔叔 这是干嘛呀 吴家主 我是让他给您跪下 你怎么跪下了 安人呐 我终于找到你了 原来你就是吴家家主 独一的父亲 安人 要不是您当初的一瓶矿泉水 我怎么能够东山再起呢 什么 原来吴家主能东山再起 居然是因为他 闺女 快快快 给安人跪下磕头啊 不用不用 我听说啊 在车行的时候 您也帮了小女一次 那次啊 顺手二维 不用客气 徐哥哥还真的是当初 给了爸爸矿泉水的人 安人呐 不知您对小女怎么看 但是我知道 小女是特别喜欢安人 不如这样 你把小女娶了吧 不必了 我小姐说过了 她不想嫁人呐 如果是徐哥哥的话 我愿意 那就更不必了 徐浩爷我就够了 毕竟 我才是徐浩的女朋友 好 既然这样呢 就算了 算是小女不服 不过我告诉你 如果小女要跟你公平竞争的话 我会全力支持我闺女的 不好意思了各位 今天的宴会到这就结束吧 接下来 我要好好招待我的安人 周家主 以后我们吴家不欢迎二位 也绝不会和周家 有任何的合作 二位 请吧 去找吴红 我不管他用什么手段 把徐浩给我干掉 否则 我就做了他 你能喝你就少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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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 是不是对无意动心了呀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会对他动心呢 我都有你了 在哪里 走吧 回家 我要你帮我回去 十号 我们 结婚吧 等我姐姐和周家 你就结婚 婉婉 好了 进了 哈哈哈哈 别挣扎了 成点气儿吧 等会儿 我当着学豪 为了玩你的时候 你能就得大点声啊 跳马的 你是还没搞记住什么状况吧 你不得好死 你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可以先爽一次 等学豪过来之后 我还能再爽一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学豪但是不会发护你的 那我怎么样 你说 如果学豪过来看到我把你玩的愈死愈仙 他会不会跪下来求我呀 哈哈 别哭了 你再过来我就咬蛇自剑 小剑 电视剧太多了 咬蛇是不会死的 哈哈哈哈 你还想不变呢 啊 别哭了 你要是玩死的 那是不是要是学豪 小剑人 迟早玩死的 别忘了我们这次的目的 让许豪给我们大量的矿泉水 然后我们就远走高飞 放心 记着呢 喂 许豪 语豪 楚潇潇现在在我手里 你现在马上 拉一货车的矿泉室 来到城外的废弃工程 我在这等着你 记住 一个人 小剑人 跟我哟 哈哈哈哈 过 出了 放了 萧萧 你要的矿泉水 我全给你带来了 许豪啊 许豪 你他妈可真深情啊 就为了这么一个贱人 竟然给我整整一货车的矿泉水 放了 萧萧 我再给你一货车又何法 女后 我凭什么 他就能得到一切 你跟我在一起 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你有这么多的矿泉水 你不配 我不配 好好好 我就是这个贱人 比我长得好看 你说 我又是拉刀 环克的脸 还会爱他 别动手 你想要什么都给你 知道你和我抽给过 但这些贱人 都不是我的错 你没有给我想要的一切 你冷静一点 有什么话好好说 哈哈 不知道 陆红当着你的面 笑了这个贱人 还会要他吗 哈哈哈哈 放手 小小 是什么啊 我没说 对不起 是我 还不想生事 是什么 啊 许昊放我吧 都是周嘉然 我们看到 我们也不想啊 许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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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想要抗拳水 你放心 我们拿了抗拳水 再也不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你们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 阿周 他们俩手打断 嘴自烂以后 丢去警察局 是 是哦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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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嘉跟老家仇 小小 新仇旧恨我要一起算 没问题啊 只要我和吴嘉一起出手 再加上比风联盟 周嘉 看同不够我们 不 这个仇我要亲手报 我想收购一个集团 以此为基础 彻底灭掉周嘉 也行啊 盛世集团 我可以做主给你 盛世集团 怎么了 我之前在那当过保安 不过后来被开除了 啊 这 还真是巧啊 许总您好 我是盛世集团副总裁孙翰 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来集团啊 我已经到了 是 总裁 我准备一下 马上去见你 许贺 你早就被公司开除了 都好 干你 他爸 你可来公司干嘛 滚 怎么 被开除了就不能来了 这是你的地盘啊 我的地盘 赵总监 好大的口气 我爸可是盛世集团的总经理 我说这是我的地盘 就是我的地盘 赶紧给我滚 职位高就可以没所欲 没错 职位高 就是可以为所欲 职位高 就是可以为所欲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还不快滚 如果不呢 这许昊真是可笑 不被开除了还赖在这里不走 就是 我看他是保安干不下去了 想死皮赖赖的待在这儿 屌丝就是屌丝 得罪了风格海洋留在这儿 做梦 竟就不去吃罚酒 自己不过自己去 我就把你的腿挡断 给你扔出去 来人 早知道应该把马中盖 哎哎哎 看着在这儿 遏罪我 是什么下场 废物就你也配跟我斗 老子让你滚 你就得滚 总裁好 总裁好 再晚来点就见不到吧 我都被赶出来了 是我的书 我一定好好处理 爸 你们这是干什么 他不过就是一臭屌丝 怎么可能是集团总裁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闭嘴巴 狗东西 没你说话的份 总裁 你就是总经理 赵峰的爸 是 总裁 我叫赵雄 很好 赵峰 哎 你被开除了 还有你 也被开除了 还有你 也被开除了 不是 总裁 这是为何呀 你儿子告诉我的 职位高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现在职位最高 开除你们俩 没什么问题 不是 总裁 你听我说 我 小兔崽子 你连总裁都敢惹 看我不打死你 你个总裁子 爸 爸 你把我连累 多上 多上你 医药费 孙哥 集团的事情 还是交由你来负责 也不要对外大肆宣扬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总裁今说 我一定办的 全力针对周家的产业 这 怎么了 有什么难受境的问题 以盛世集团 现在的体谅 想全面针对周家 有点困难 那就以先发展集团为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天网上正活 有个慈善贩卖会 总裁今可以参加 先壮大集团 是不是 你瞎呀 没看到我过来了 要是你的脚 这怪了我的鞋 你赔得紧吗你 给我道歉 这位小姐 是你踩到徐少的脚了 应该你给徐少道歉才能 OK 臭保安 又远点 又臭又臭 我嫌你口心 我说道歉 道歉 凭什么 老娘和盛世集团 媒体部的主管 让我给你保安道歉 什么 看来盛世集团管理有很大的问题 今天是这里拍的 你说什么 武免盛世集团 你活腻了 老娘让我盛世的媒体 让你存在你里 学生算了 我占元的日子 还有你 赶快给我道歉 然后 帮我提提签子 媒体部主管是吧 从现在开始 被开除了 小子 你傻了 开除我 你以为你是社区总裁吗 你说开除就开除 赵老娘 告诉你我怎么样 我看看 你能怎么开除我 好了 老娘叫 胡璇 总裁 你快给我 把媒体部胡璇 给我开除了 如果有人给他求情 一块给我开了 真会装啊 你这演技 在数评剧里 都可以当主角了 李部长 今天人事部很忙啊 怎么这么晚 才给我打电话呀 胡璇 你别开除了 明天带着您的东西 找人 不可能 谁说你一个电话 都能开除我 我不信 你可 徐德 亲爱的 这个臭嫂子 不要怎么手段 让我被圣市开除了 别停 看这小子的样子 你几时认识什么人 没事 我一个电话 给你解决 你又是谁 老子盛世营销部总监 你别以为 你在盛世认识人 就牛逼了 看上我的女人 你死定了 看到没有 猪哥和人生部部长关系 可是管不错的 我分分钟就能回盛世 至于你 我要让你吃不了 搜 小子 我开点题让你听听 我是怎么一句话 解决这件事 张总监 听说胡璇 被人事部开除了 陪我个面子 让胡璇回来 你也是要被胡璇捉起了 是啊 胡璇 可能得罪了你们人事部 某些人的亲戚吧 所以就被开除了 这种歪风邪气 可不能讲啊 毕竟 我也是为了盛世好 你说是不是 不知道 听到没有 胡哥一句话 问题就解决了 你那个什么小人的亲戚 要被开除了 竹童 我正式终着你 你也被开除了 并且和胡璇一起 所有东西 我们男人 什么 张总监 张总监你别开玩笑啊 找找个虚动才 和优廉我的往事 好自为之吧 怎么会这样 虚动才 我自想再也不敢了 虚动才 我错了 我错了 谢谢听到 你就听你的话 局长原来对慈善赶进去 苏会长 我也是想尽自己一份令 今天拍卖会要卖什么呀 这和普通的拍卖室模式不一样 一会儿就 白色手合一级 价值两千万 放在托盘 东西价值多少 就代表你想真的 到时候 再把东西开回来 先扭接 可以这样 我 我什么也没准备 居上说笑 买打斐力一看 价值一个一 会长大气 出手就是一个一 矿泉水一瓶价值一千万 小子 既然不想捐 就不要来参加拍卖会 细瓶矿泉水 你不觉得丢人吗 不好意思啊 之前不知道 所以你做 小子 不想捐就是不想捐 找什么理由 看好了 这才叫捐款 古玉配一枚 价值两个亿 矿泉水一瓶 起拍价一千万 各位 可以计价了 一千一百万 一千两万万 一般都会订定价格 但是不会太高 自己的东西 还是可以拍回去 行了 一千万而已 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拍了 进行下一下 三百对矿泉水 徐少 你 你没说错吧 三百叶 徐少 你不会是口误了 徐少 你确定是三百叶 不是三百平 他到底有多少矿泉水 徐少大气 那可是三百叶 价值六百亿 我这人啊 十一个人 就是矿泉水 我都喝腻了 捐出去点也没什么 我这人对空泉水 不得心 台上那瓶也一顿过 行了 我有事先走了 哦对了 记得派人 赶我去 批发慢点 那小畜生 昨天晚上捐了三百建国酒水 看来是不能等下去了 要不是刘家和其他家族护着他 他早就是咱们周家的一条火 现在怎么办 还有机会 境外的梅川集团 要来江城投资建设一座革新工厂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梅川先生会特地为死到江城 到时候 我们让他把徐浩的地 建设成工厂 你觉得 徐浩还有机会翻身 对啊 徐浩和梅川集团比起来 那就是牢蚁 如果我们和梅川集团打成合作 由我们来负责工厂项目 那我们不仅能占了徐浩的地 还能顺利搭上梅川集团的大船 没错 这次定要他们彻底翻不了谁 这鬼屋有什么好玩的 害怕 这可是全球最大的鬼屋 就图漫鬼屋医院 怎么能不来体验一次呢 这么多人 等一下 来我们鬼屋玩得搜身 哎 我怎么没听说过 这哪个鬼屋要搜身的 今天你不就听说了 来我们鬼屋游玩就得搜身 境外的鬼屋都没有这个规矩 怎么到我们这里 都多了这个规矩呢 爱玩玩不玩滚 你不玩有的是人玩 就是不玩就滚 别浪费我们时间 我们还要玩呢 臭屌丝真是不可理 是规矩遵守不就行了 赶紧滚 穷图漫不差你一个游客 真是不可理 境外人都欺负到你们头上来了 你们还跪舔 算了小昂 这些人的膝盖都是软的 真是贵习惯 放 太早太早 你干净 本来以为这个梅川集团 来江城建厂子 我还以为是件好事呢 现在看来 这个梅川集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来这里建厂 也不知道打的什么鬼主意 梅川集团 哦 这个项目是梅川集团旗下的 每年可给梅川集团收送不少的利益呢 知道了 怎么了 有个叫梅川裤衩的人 说是梅川集团的画室人 也收过我那片地监 这个梅川集团 真是恶观满盈啊 还有那个什么最大的鬼屋医院 全是负面消息 这梅川集团要建工厂 我觉得没安好心 并且他们指明要在总裁您那边地上修建 查到具体的情况了吗 是周家来讨回 周家已经彻底变成了梅川集团的狗腿子 周家 看来不能浪费时间了 叫梅川苦茶来集团 就说我要跟他谈合作 徐子 看来你是同意出售的一块地皮了 用矿泉水招待我 你真是太客气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突然想起来 梅川先生应该喝不惯矿泉水 毕竟是你们先生名 核污水是可以直接喝的 我想你应该更习惯核污水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了 我们还是谈谈合作吧 算你识骗 只要你肯将地皮送给我 让我们进城 我们一向人极端会记住你的善意 将来吧 好处打打脸 送 我想你误会了 我说的合作不是地皮 而是鬼屋 我要收购你们最大的鬼屋 出个价位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如果脑子有病 就去看病 你知不知道收购 城堂版鬼屋要多少钱 梅川 注意你的言辞 总裁不是你能侮辱的 怎么 你们正是 是想和我梅川体团 可以这样吗 别生气嘛 我诚心收购的 出个价 七百亿能够 只要你能出得起 就卖给你 好 就中定 大人不惨 诸禄种族就是诸禄种族 现在没有见识 你知不知道七百亿是什么概念 你侮辱我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你侮辱我的民族 那我就不好意思 鬼屋项目 我出一块钱收购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否则 梅川集团损失多少 就要终于 可离 我倒要看看你们 怎么用一块钱来收购 弄太 您刚刚不是认真的吗 当然 这次 我不仅要彻底灭掉周家 梅川集团 也要饮下他一块肉 一块钱 这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 帮我通知刘少 吴家 苏会长 还有其他几大家族 就说我请他们喝矿泉水 徐浩 你把我们几个都叫过来 不会只是为了喝矿泉水 我想收购请统 需要各位帮我一把 这梅川集团 可不是很好人 想收购他们全球最大的鬼屋 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他们识相 可以出一块钱 如果不识相 就给一毛钱 兄弟 你没开玩笑吧 一块钱 当然不是 所以需要各位的帮忙 不知道各位 并不愿意 行 干 我早就看那帮吴少 不顺眼了 我愿意助许少一臂之力 安人说笑 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吴家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吴家 绝不含糊 好 感谢各位 日后必有重谢 我也不需要各位做什么 只要全力配合我就行了 让媒体不发力 把鬼屋做的那些 天怒人怨的事情 全部抖出去 我要最近的头条热搜 全部是这些消息 诡谤 这就是车中落的诡谤 梅川先生 这些消息 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许多龙国人 都开始抵制咱们了 他们都是一群揭秘 我用力他们 你可来去公关公司 让他们做公关 梅川先生 没有用的 我已经联系过了 所有的公关公司 都拒绝跟我们合作 他们说 他们是站在许昊那边的 许昊这个中落 他到底要干什么 还有这些公司 一个都是中落 见面 走 再去找这个中落 我都要看看他 想干什么 各位 我是徐浩 我很痛 我每天都喝矿泉水 可我家里的矿泉水 就像会繁殖一样 越喝越多 越喝越多 徐浩 你又在耍什么把戏 我在耍什么把戏 我在帮大家谋福利 不管你想干什么 你污蔑我梅川集团 就是不争的事实 是吗 那你怎么能证明 那些消息全是假的 就算是真的又怎样 他就是那个 梅川集团的画室人 对 就是他 真恶心 之前鬼屋的事就是 分明就是看不起我们 滚出去 梅川集团滚出去 鬼屋滚出去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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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闭嘴 滚出去 你们这是猪狼种子 就算你们现在抵制我们又怎样 你们都是没有记忆的 过一段时间 不还是会来我的鬼屋玩 大裤衩子 我告诉过你 不要侮辱我的民族 猪狼种子 就是猪狼种子 打人的时候 把摄影机全部关掉 还有许少保镖打人那一段 全部删掉 好了 好了 大家冷静 不要被这种人影响了心情 现在 我要宣布的是 这里 所有的矿泉水 全部一元一平 卖给大家 许少 您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但是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大家注意纪律 不要哄抢啊 好好好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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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啊 不要抢 不要抢 这么做 每个人都有啊 早是 梅川金堂不是势力大吗 倒要看 他大不大得过民意 扣啊 徐总 把这次事情 还有上次我做慈善军 那矿泉水的事情 一起散发出去 消息越大越好 热色冰条不要动 让免疫彻底站在我那边 另外 告诉排老哥 让他注意 等到民众冲击鬼屋的时候 带人口味 这 他们会同意吗 会 就跟他们说 保护鬼屋 实际上 去联系梅川集团的竞争对手 等到梅川集团 因为这件事情 焦头烂额的时候 就是他们活力的时候 哟 三位 怎么有心情来找我呀 许翰 你最好能平息这次世界 只要你配合 我们还是有合作的可能 否则 你别后悔 后悔 我做过了 我就不会后悔 你没看消息吧 我们已经曝光了 是为了收购鬼屋 才故意抹黑我们的 舆论 你已经开始转向了 哈哈哈哈 许翰 梅川先生给你机会 是看得起你 你别给脸不要脸 没想到吧 许翰 你搞这么大的事情 最后身败名裂的 竟然是你自己 哈哈哈哈 许翰 你既然如此不识好歹 等你身败名裂的时候 我要你跪下来 请我放过你 你们要不要拿出手机 再看看消息啊 也不可能 你居然宣布 收购鬼屋后 会免费开放 风气 你就是个风气 你到底偷下卖 许翰 我还真是看不懂你啊 一块钱 你卖了一千万的矿泉水 而且你对外宣布 收购鬼屋 它要免费开放 你知不知道 这可是上百亿的损失 我知道 那又如何 矿泉是我有的事 我根本就不在乎 你 原 你 もし 你能跟着洗澡吗 给我因为重新被放送 就连制作对搜 也放送打烟火 那是 我 这是 我 我后来 我感谢 我今没有 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是事件的 我们集团雇家 提到医学 如果我们集团好 这件思想的话 你就天赋自己吧 只要 你赢了 有什么意见 意见问题 只要我能做到 别着急啊 还没结束呢 梅川先生 现在江生所有的企业 停止和梅川集团的合作 他们以梅川集团 违反了龙国的法律为由 起诉了梅川集团 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钱都不赚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民族大义 大哭傻子 你现在可以考虑考虑 我给你的提议 鬼屋到底卖不卖 但穷着门鬼屋 是全球变难的鬼屋 爸爸 手一分都不卖 看来你忘了我说过的话 我说过 我只出一块钱 但是现在改主意 一毛钱 你侮辱我 是你侮辱我 民族在先 就一分钱 饭要不要 你这是抢起狼独 你就得抢他 忘了告诉你了 这个是封锁令 梅川集团将被禁止在龙国的一线活动 怎么样 如果你不服 我还可以陪你继续 再问你一遍 我没有想过 封锁令造成的其他人的随时要由你来填补 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这里面的花钱 可能受过建议 是吗 我没想得到什么好处 至于钱 我说过 矿泉水我有的事 我根本就不在乎 只要我愿意 我可以用矿泉水填满整个湖泊 至于值不值 能花千亿 给你们这些境外人立个规矩 立我一个龙国的规矩 最上值 我 我 我 明智的 军总 出嫁完了 对了 还有你们周家 从此以后 江城出名 许上 许上饶命啊 我们知道错了 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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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克服 许上 厉害啊兄弟 你这一套操作 这人是神啊 是啊 先豪之百亿 获得民众的支持 然后联合我们几个 一起打压 梅川集团 最后 又用一分钱收购了鬼屋 立刻 小小 我给咱们多冲 想个好日子 我们结婚吧 近日 发现大量核污水 进入江城境内 请获知核污水下落的民众 迅速上报 许上 我不好啦 你母亲今天失踪了 什么 我母亲怎么会失踪的 对不起 是我们的服务 今天皮肤来到病房 就发现你母亲不见了 监控也被破坏了 发动所有资源 全力寻找我母亲 十分钟之内 我要知道我母亲在哪 你别急 阿姨 家一定会没事的 我出去找找 你在家待着 如果有人找上门来 记得联系我 嗯 许昊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你还知什么 我母亲呢 你们找死 许昊 我看你是没搞清楚状况 你的母亲 可是在我身上 许昊 你现在跪下来 给我们磕三个小钟 我磕一口 放了你 许昊 我劝你不要轻举妄斗 马中的实力 我们是了解的 你以为 我们就不会做什么准备吗 许昊 难道没有看到 我身边的核污水吗 原来这些核污水 是你投远进来的 不是很明显的 许昊 你让满中我后退 我愿意把核污水 全部倒进去这之力 为了报复我 你们居然拿全城人的性命 威胁我 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我本来就是要报复那群猪了 你们都是贱民 杀的人 你们想要什么 说出来 我一定满足你们 想要什么 你害得我们这么惨 我们倒是下一个命了 不过我怎么可能 让你这么容易解脱 我要慢慢的修你 一解我心虹之恨 我给你三个手 一给我跪下来 你学狗叫 别在地上爬三个 二你可以救你 然后你就是看着 我这核污水倒进去 三阻止梅川先生 但你的母亲可就没救了 你会怎么选 给你三秒钟 一二三 一二三 既然如此 就让你妈去死吧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会醒 爸 你醒了 好儿 我的好儿 妈终于又看到你了 妈 你没事吧 妈没事 这些年苦了你了孩子 不苦 妈 你醒了刚好 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好好好 等我处理完这三个杂碎 我就带你去见二媳妇 现在是该让你们付出代价 现在是该让你们付出代价 是要你要杀了我们 你不敢 我当然不会为了你们三个败类赔上我的生活 但你们也想好过 这时候再来啊 呸 你个变态 你别以为你赢了 都在你来的前一场 河污水 已经被我倒进血水池了 你说什么 马仲 他家 你去死吧 用力啊 河污染后会定时泵水 现在还没开始泵水 加油 用力 加油 来不及了 还有二十秒就要开始供水 你们关不上法门的 死 他家都死 你去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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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力 救力 加油 哎 哎 哎 就算法门关闭了又怎样 水已经被我污染了 全程的人 咱也没有自来水可以喝了 你们 会比死更痛苦 老板 老板 现在怎么办 他们三个败类赔上 过费了 我要他们回去给全程人跪地道歉 那 那水怎么办 虽然没被逛出去 但是 他已经被污染了 总不能让全程的人不喝水吧 我来想办法 先把他们带到电视台 我要做全程演讲了 OK 江城的各位民众 你们好 江城的各位民众 你们好 江城的各位民众 我是徐浩 跪在这的三个畜生 把河湖水 倒进了水厂的蓄水池 因此 我让这三个人跪在这里 向大家赔罪 因为我的失误 没能第一时间阻止他们 在这里 我向大家郑重的道歉 很遗憾的通知大家 江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将无法供应自来水 这也就意味着 各位将失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 不过不用惊慌 我已经有了解决办法 在恢复供水期间 我决定向全城人民 无限量提供矿泉水 不过我需要大家帮我一个忙 为尽快恢复城中供水 我需要各位每家出两个人 一个人负责领取足够一家人使用的矿泉水 另一个人帮助我把矿泉水运往自来水厂 我决定用矿泉水完全覆盖掉蓄水池中被严重污染的水 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帮助我运输矿泉水 各位 这是一次灾难 但是我们不能倒下 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龙国的精神 让我们众志成城 团结起来一起度过这次危机 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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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城西空地上等着大家 各位 我徐浩再次承诺 在恢复供水期间矿泉水管购 并且大家无偿取用 这是真的 天呐 这么多矿泉水 而且真的无偿不限量雇佣龙呢 没想到徐浩居然是全球首富 天呐 这是咱龙国的火财神 财神 各位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吧 好 累了吧 你已经做到很好了 现在外面的人都叫你龙国财神呢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我就是在想 我有这么多矿泉水有什么用 帮助一成的人都已经这么困难了 外面还有那么多受苦的人 在饱受核污水污染带来的痛苦 我用你做些什么呢 你压力太大了 我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核污染的问题 怀念以前的生活了 被我挖坏了吧 以后不会再有用不完的矿泉水了吧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 既然只有我 才有这用不完的矿泉水 那就证明我是为你选择的 这些矿泉水不应该只属于我一个人 看看外面那些饱受折磨的人们 为什么自个孤独自想出这一切 如果你能听到 我希望你能解决核污水的污染 只要你能解决核污水的污染 我讯号自愿放进这所有的一切 看来是我疯了 既然指望一个仓库跟我说话 也罢 既然如此 我就自己想办法 就算是一瓶一瓶的倒 我也要一直倒下去 哪怕能稀释一力 不愧对着上天对我的恩情 这是什么都没发生 回来了 号儿回来了 快洗手吃饭 累了吧 你先坐会儿 我给你搭杯水 对了 咱们家的水龙头坏了 你找个人过来修修吧 要不然这都没法用了 咱妈还想着煲汤呢 矿泉水不就行了 自来水被污染那么苦 熬出来的汤怎么喝 嗯 怎么了 你这孩子你瞎说什么呢 这自来水怎么会苦啊 我用的好好的没什么问题啊 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 这也不发烧啊 你说什么 我说你发烧烧糊涂了 不是上一句 上一句 这自来水怎么会苦啊 我用的好好的呀 哎 不苦啊 不苦啊真的不苦 这是真的自来水 真的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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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傻了 这不是自来水 还那是什么石油啊 那我快点照个医生 哎呀 什么恢复了 什么核污染呢 晓晓 嗯 我们结婚吧 哎 嗯 有请新娘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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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她 忠诚于她 无论她贫困 或者富有 健康或者疾病 直到死亡 你愿意吗 不愿意 请问楚小姐 你愿意嫁给徐先生 让她成为你的丈夫 爱她 忠诚于她 不论她贫困 或者富有 健康或者疾病 直到死亡 你愿意吗 我愿意 请二位新人交换见诸 现在新郎 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啊 我感谢订阅 我感谢您的接触 请你